我是KK 主要我现在是做那个批发 OKCD批发 然后呢其实我们现在做这一行呢其实我们一直在找一些Network solution的一个opportunities 所以我们一直在找很多产品也试了很多产品然后呢我们就找到了瑞翼 瑞杰瑞翼 瑞杰瑞翼呢像我们CD批发行业其实我们做生意呢基本上我们就会看两个问题啦 一个就是那个business opportunities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的技术technologies opportunity方面呢为什么我们觉得瑞翼是可以做一个产品 OK 主要呢是其实除了我们现在大部分在CDV market 那我们很想就是说扩大我们的一些diversify我们的生意就会去ICT 那ICT呢我们一般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会遇到就是说我们想投资一个新的产品 那我们就想到请人 请到那些expertise 就是IT expertise 然后请到IT expertise呢我们就会很多烦恼 就是说哎呀这个钱那个工资要多少什么 然后请了不久他又要离开 离开又会带公司很多问题 想来想去想了就会做这个生意了 所以呢 瑞翼为什么我们有信心想做 其实瑞杰呢我们觉得他是 他我们听了之后他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那个education和certification的一个system 所以呢我们觉得有这样的system我的人就很容易现有的人不需要加任何的人 暂时不需要加任何人我就可以开始有新的产品系列 是一个整条产品系列而不是一个产品 所以呢我们就有这样的system我的人就很快就可以handle上去 OK 瑞翼因为他有它的technology 让我们很怎么样讲呢 就是说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痛点 有问题 下来我们就关心的就是赚不赚钱 那瑞杰 瑞翼我觉得他们的那个pricing policy 就是价格体系是非常完整 也会保护到我们大家有些一定的利润 不管我们Istributor VAD 或者我们的partner sub D也好 我们的partner 那些dealers SI都好 价格体系是非常完整的 第二个就是它的technology OK technology wise 就是说因为它有cloud technology 它的cloud technology是在enterprise grade的那种 而不是说比较普通这样子用 所以变成它的cloud能让我们的IT的那些人用了之后 我们不担心我们IT的staff 我们的call workers会离开 因为它很多setting 很多collaboration 很多等等的一些东西是在cloud上面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有员工离职 其实我们IT的那些staff离职的话 这个我觉得会减低我们很多的风险 所以在这一块我就觉得 当然从technology wise 它比如说刚才我讲cloud 然后他们很多都是通过apps 来完成这个configuration的setting 所以我们简单来讲它easy to use 所以变成我们的能力成本 又也是 刚才我讲我们能力一直强调 我们的main把握是成本不会这么高 因为我们一开始这个生意 不用很多IT expertise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说第三 就刚才讲的 因为他们technology wise 就是说刚才我讲的 就是他们很多那些certification的 一些education system 让我们很容易 大家会迈向更新的一个领域 其实在我们是做CCTV ERV 那我一直在想我们公司 我是希望我们公司有一体两意 一体两意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左手往ERV 右手往IT 所以呢 其实我不把说锐益当作它是infra 那我只是配着卖 不是 我们是当作一个真正是一个business model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它是我们另外50%非常50%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意的部分 而不只是说只是带着卖而已 所以这个行业是可以选深到做到从很小 因为我们当然在锐益和锐节我们看他们的产品 他们是从上往下做 所以从Enterprise到SME SMB到SOHO都有 所以这个整个体系 假如你真的认真把这生意去做 它是可以做到整个很大的 可以完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意来做